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奇迹 其实股票真的不要多 但是你要坚持住 如果你的股票一直创历史新高 你就真的要坚持住 有时候再来想想 如果你上礼拜 你买股票是四十几块 结果到今天变五十几块 那是不是你一张股票 就赚了十块钱 同样的 我们如果把它换算一下 你买四百多块的股票 四百出头 今天来到五百三十块 那一张是不是就赚了将近 一百二十块左右 一张就赚了十万多 十张就一百多万 母亲节快到了 我提早一天讲珍爱佳人 五月母亲节优惠专案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在解盘之前 我必须讲为什么要推出珍爱家人 母亲节优惠专案 其实有时候蛮伤感的 你们如果说还有母亲可以依靠的 要好好把握 基本上在前几天我们就跟各位讲 电子股回撤十二月一号这里 它是一个大颈线 半年线穿越年线 我看法还是没改变 我不会说今天现在回了 我就跟各位走完 不可能的 同样的交钱指数也是 还没走完 你不要说今天跌八十几点走完 不可能的 那这档呢 三百零三点五我就讲 那时候是在二月二十二号 我讲完又拉涨停 结果有一天打下来 又打回我的成本 我照讲不误 在三月一号那一天 我简短的说明一下 股票只有更高 没有嫌贵的 我们现在一路走来 我跟各位讲 从最早期的材料 我们看一下 我那时候五百零三块 跟各位做报告的时候 曾经有打下来到五百零五 回到我成本 我为什么那天节目中 还跟各位讲 这种股票有拉回来 你们要站在买吧 而且完全公开 我就是看好它 未来业绩的表现 因为那时候 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 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公布说 它一二月的业绩 已经比去年同期要来得好 然后果不其然 你看它就一路拉 一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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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后来 报纸出来的说 字节二月营收 年征一百三十六八 创了上次以来的单月新高 你们认为这样已经满足 有时候你看报纸是这样 你会觉得满足了 对不对 我一点都不觉得 不会满足 因为我知道三月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持续 帮各位追踪 持续帮各位追踪 然后来到了一百九十一块五 来到四九五 很多人认为四九五 就要结束了 对不对 涨那么多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礼拜三 上个礼拜三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跟各位讲材料 KY 我说今天是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如果你印象所及 我们讲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你当时有看到另外一档股票 叫雷虎 对不对 那我这边是不是 白纸黑字写着白这两个字 你看一下 4月26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材料KY 4763 你看 这是4月26号那一天 观景币最后天 收在435 第二天它还可以震荡 回来到411块 回测月线 你还可以买到更低的价位 好 我们去头去尾 我就把你当做 你一样 你428买回来 好不好 因为我们前一天跟各位讲 可以买 收盘收在428 我就不要讲411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相信 我跟各位讲的 观景币不会是最高点 4月27号收盘是428 那我问各位一下 今天来到530 你一张差了102块 一张就差了10万 那你给我买10张的人 因为他成交量 今天1万多张 你一张会很大吗 这就是股票市场上 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们有时候要把这个 自己操作上的瓶颈 要克服掉 我当时跟各位讲的时候 是430块 对不对 我说我买的 当天说435 第二天收盘说428 你如果当时 你有看我节目 你说陀老师有讲观景币 不是最高点 你愿意去买它 而且营收数字 你也看到了 三月的营收又在创历史新高 那一二月的营收 已经比去年第一季要来得好 我记得我当年在节目中 我还跟各位分享这个 我说你看他去年第一季 赚了多少钱 那他前两个月 已经赚超过去年第一季的营收 那三月又比二月多了 四十几% 你把这个听了进去以后 你第二天去买 收盘价428 你可以把它换算一下 就是说你买一档股票 42块8的你买10张 是不是就等于 428块你买一张 意思是一样的 从上礼拜三讲完以后 从礼拜四你可以进场买 到今天 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一张股票帮各位赚了 十万两千块 你说大盘有涨那么多吗 观众朋友 我常常觉得说 你能不能克服 你操作上的一个习惯 在于你愿不愿意 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 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我也跟各位讲说 这个要怎么去换算 你看你到今天的时候 我今天来到530 我在盘中印的 结果 你们看了一下 他今天尾盘 又继续急拉 收在530 又再创历史新高 我想这个真的 难能可贵 就像我在一点解盘的时候 我也讲 像这种股票 你不要说 有没有每天带着你进去买 我每天节目都讲 我每天节目都讲 基本面我也跟各位说过 你要看基本面 很简单 我上次是不是花了时间 跟各位讲 我说三月的营收 又再创历史新高 月增46% 去年 EPS是20.72 那 一二月的 前两个月的营收 已经超过去年的Q1 去年Q1是6.7元 因为现在他 他EPS没公布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替他来发言 可是 我上个礼拜用这个计算公司 帮你算完以后 你应该心里有一个答案 你现在会买股票 你会害怕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说 他的EPS 有跟去年比较是赚 赚得多还是跌得很多 可是他已经完全跟你公布了 观众朋友 我为什么说基本面很重要 当然重要啊 现在很多人不敢去买一些股票 是你担心说 他的营收数字来讲的话 是衰退的 我可以跟各位讲 今年第一季 跟去年第一季比较 真的很多股票 没有去年的机器那么好 我必须讲实话 因为前三个月的 第一季的 这个EPS都 这个应该讲 营收数字都出来了 可是摆在眼前的 他就只有那么好 我才会跟各位讲 观众朋友 你看我节目 你真的这个 YouTube你要怎么样 你要扫描一下 你回去再定格再看 我每天都提醒各位 因为有越来越多观众朋友们 想要看超越天峰节目 就像我刚刚 我及时的时候 声音没出来嘛 对不对 你可以再看看一支重播 你同样的这个liet 你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呢 你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回答我们 刚刚真的要谢谢捷云 大家这个现场节目 反应得太快了 不然你们都好像 看我在比手语一样 股票就是真的这样 我们再跟各位讲一次 我现在有推出 这真爱家人 五月母亲节的优惠专案 你如果看我节目 看那么久了 我昨天是不是讲说 我股票忘了带过来 我今天要让你看一看 你迟不迟跟我一起 参与这档股票 我不要讲什么材料低 那个没有意义的 我只让你知道说 在大盘回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强不强 你看他材料强不强 好不好 强不强 我再给你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也是我持续一直看好的 我没有看坏它的一个理由架构 这个你们大概应该知道 当时我在雷虎在买的时候 为什么买 我给你这两档股票 有异曲同工之处 观众们你看一下 观景币分盘交易 不会是最高点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我选的股票基本上 你们有人觉得说已经涨很多了 可是在我来讲 我认为它是另外一个开始 股票要买的 就是 那个闽南话叫做 你刚好可以抓到那个重点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用最快的时间 让你的财富增加很多 我不敢讲说我可以买到最低点 但是我要买到那个发动点 观众朋友们 你看一下 是不是 我讲完分盘交易不是最高点的雷虎 4月14号 直接跟你锁涨停 隔一天再锁一根涨停 三天的时间涨了30% 然后我跟各位讲因为为什么 因为周转力过高 因为乖离力过大 你就先停一下 好不好 再来的股票你都停一下 停一下 那为什么从上礼拜一开始 我又回来讲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仓满团是在5月2号就来了 可是 我既然还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好笑 我真的听说 有某台还在讲说 要在参访台来的前一天 去赶快去买这些军工股 等到他来那天 把它全部卖掉 那你如果卖掉 你买得回来吗 是这样吗 这一次明明白白 参访台来最大的重点 就在无人机 那你如果看到参访台来 你把它卖掉 我可以跟你讲 你懵死了 我从上礼拜一开始 我又开始跟各位讲雷虎 我没有一天没讲 每天你都看到 我也不用写太多 我就摆在眼前给你看 我今天印的时候是76块5 对不对 我就把它印出来 因为我时间来不及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你不要说没看我节目 我是跟你明讲的 我盘中两次连线 我都有在讲 我为什么对这个 我觉得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还在分盘交易 我如果真的说 太差的情况 我不好 我就杀下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撑在这里 明明上是这里 周转力已经那么大了 七万多张 七万五千多张 你如果说真的 看坏他的后事 你就卖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撑上来 从我开始又跟各位讲说 你要特别留意以后 你看他几乎每天都涨 跟大盘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他有机会 在创高的话 你们是不是又符合 我跟各位讲的一个 技术分析的原理架构 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有新高量必有新低价 必有新高价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个术语 我不是要你们去买 而是让你借由这些股票 去看人气有没有靠拢在 你手上有这些股票 我坦白讲 你股票要做很多吗 那今天有没有新的股票 有啊 我给你看一档股票 新的 你看一下 我怎么选股的 在我的岁月里面 我曾经讲过一个技术分析 现在有很多老师都在用 就KD在第一档的时候 理所当然环境交叉会涨一波 但是最难的就是 我如果在50周以上出现黄金交叉 那会怎么走 我可以跟另外一样强到你受不了 你要买的股票一定要双利双生的 那我这档股票 我认为是在母亲节前 最佳最佳的一档股票 月K线出现了 长期的下降压力线突破了 在50周以上出现黄金交叉 观众朋友们 你当你每天收看到这个材料 又在创新高 你看到这个雷虎 还那么强的一个情况下 我昨天说我有新的股票 我来不及带出来 我今天带给你看 它是双利双生的 那未来来讲 业绩绝对没问题的 剩下就是技术面 我怎么带你去做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 真爱家人真的 五月母亲节优惠专案 这个我本来是下礼拜才要推 但是我一想到母亲节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 真的 有你还有妈妈可以看着你们的 是真的很幸福 所以在操作上有任何的 想要跟着我们操作这档股票的 你不用客气 你把电话拨通 进广告谢谢 其实大家很不希望升息 昨天美股为什么会回得比较深 因为他们在预期说会升息一马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这样看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你看昨天美股跌最多的 就是银行类股 有两家银行股跌得有够惨 甚至于这个马斯克也出来讲 他说坟墓都已经满了 意思说如果你在升息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会对于很多上市公司 尤其是银行类股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样看一看 因为昨天反映的是他会升息一马 万一没有升息呢 那会报复性的涨 所以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我们这一波帮各位挑的股票 刚刚捷律有在跟我聊 我不会说限定 当然我是以电子股为主 但是最近电子股比较没那么强的情况 你看看我跟各位讲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来我们请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DM 我这几年以来我开中民意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基本上一定挑业绩好的股票 业绩好的股票就是最强的股票 因为他筹码有够集中 形态就会很漂亮 你试想一下 以一档材料KY来讲的话 第一趟涨了一百九十几块 对不对 从303.5涨到一百 涨到495块 那为什么在上礼拜 他关键币要结束的 当天我跟各位讲 你要留意 关键币绝对不会是最高点 我相信你在别的节目 没有人这样跟各位讲 这是我多年来的经验 我认为好的股票 当然是要我有锁定的 通常通常百分之九十左右 分盘交易在多头架构 我特别加个多头 他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我当时就跟各位讲说 你要留意到材料KY有回 你就要赶买 那当天他收在 这个435块 第二天震荡很急的 收在428 最低来到411 从上礼拜三讲完以后 礼拜四你绝对有机会进场 因为他已经不是分盘交易 上礼拜四的材料KY 最低来到411 收盘428 今天收盘530块 你看那么多节目 每个人都跟你讲说 跟着我操作 我是直接在节目中 跟各位讲什么操作的 这就是我跟人家不一样 好 现在问题又来 为什么我对雷虎 我的看法 还是那么正面的 因为刚才杰月问我 因为他现在还在分盘交易 要到礼拜五 分盘交易才会结束 所以我才会那么样肯定的 跟各位讲说 因为你要思想 为什么分盘交易 有些股票跌不下去 反而而后都创高 因为他不容易成交 你知道吗 你要先把钱放着 你才可以去买股票 所以他成交量 因为缩得很厉害 如果大家不看好他 光是一个没有买盘 那股票很容易就被K到 跌停板 结果还可以一直撑 一直撑到 撑到分盘交易结束 试问一下 如果不是业绩好 形态漂亮的话 那法人为什么会把筹码 锁得那么紧 观众朋友们 我们真的是用经验法则 这个二十几年来的经验 来跟各位讲怎么操作 他已经脱离了 技术分析的范围 而是在一个 法人爱筹码面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你现在收看超越巅峰节目 跟以前最大不一样就是 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跟你讲 筹码怎么样去锁住的 那是很难的 我真的尽心尽力了 而且有些股票从越K线看 根本就没有走完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的节目 我希望你可以重播的时候再看 所以请你加入我的YouTube 用手机扫描一下 你LINE也是扫描一下 你如果你自己的股票 你觉得在这波行情里面 你很担心的 你私讯给我 我会回答给你 为什么我说这个行情没走完 我也说过 电子类股会守颈线 加全指数也会守颈线 材料KY就更不用讲 如果你不是用越K线看的话 你还真的看不懂 第一趟也许说 你就这样错过了 从303.5开始一直讲 一直错过 你错过 错过 错过 他一直涨到495块 涨到191.5 你错过了 那我问各位第二趟我有没有讲 我就问各位第二趟我有没有讲就好了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一个基本精神 就是今天分盘交易最后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学技术分析很简单 这里有一个技术分析 那这里的技术分析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我说三次 就是因为他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你看成交量都那么小 第二天有在震荡的时候 成交量扩大你会买不到吗 你说前一天分盘交易好麻烦 又把钱先存进去 好麻烦 那我问你第二天可以买到吗 最低411收盘428 这几天盘很好吗 你回答我 结果他今天又在波段新高来到530 我这是电视上明讲的 你只要去买一张 你买一张就好了 你今天赚的 盆满满的 你要跟着我操作会那么难吗 你只要买一张就好了 一张好贵 我那时候400多块 对一张只有40几万 你们现在操作股票的人 连40几万都没有吗 五个交易日晚 一张40几万帮你赚10万 你要跟着我操作 就来了 那你要操作下一档材料KY 钱就来了 那不是这样吗 我有没有给你遮遮眼语 我没有 我每天讲 不然捷御每天看我来都笑嘻嘻的 我说我又在创历史新高 我每天就是在创历史新高 那股票板就这样 你已经不受到大凡氛围影响的时候 你人生是何等的快乐 那所以同样的一档股票又再来了 我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就是一直copy 你只要会做跟不会做差别那么大 真的啊 这雷虎我把怎么买都跟你讲了 他跟财道KY是不是同样一个故事 先有雷虎二有财道KY 也是一样分盘交易 不会是最高点 结果涨停 涨停 再创高 那创高以后我跟你讲 先跳开 为什么我上礼拜一开始又讲 因为他有分盘交易 我又认为分盘交易 他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我每天跟你讲 每天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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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你都有点不耐烦 我今天来一年的时候 只有七六五 今天大盘是不好的 那为什么尾盘会这样子涨 你们当你比较说 我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 那就很简单了 我已经说过了 你要下一档 你要下一档跟材料一样的 或跟雷虎一样 你就是做这档股票 怎么可以做到这档股票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提早 本来明天才要推出的 珍爱家人 五月母亲节优惠专案 我觉得应该要提早推出 因为你明天 就可以跟我一起布局 明天可以跟我一起布局 这档股票 珍爱家人 五月母亲节优惠专案 打电话进来 找我就对了 你不要说每天看到我 这样笑嘻嘻的来 又看到材料又涨了 那雷虎又涨了 我们有新的股票 珍爱家人 母亲节优惠专案 就是为各位量身定做的 用最低的门槛 让各位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下转发 不吝点赞 订阅 前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